早上的7点28分 昨天副总统陈建仁18号下午出席 青年署的105年青年海外和平工作团 GU团队表扬大会长分小会 他期盼有更多的年轻朋友们奉献活力及热情 让台湾青年志工在这股生生不息的活力传递全世界 也让国际看见台湾的真善美 副总统说在全球化时代跨国交流与合作日出与平房的多元 青年学子唯有走出世界沟通才能在未来登高峰 近年来海外志工服务日益形成风潮 今105年8月在教育部及相关部会推动下 以整合政府民间团体及大专院校资源成立青年海外和平工作团 共有1067名青年投入海外志愿服务活动 藉由跨国的志工服务 扩展青年国际视野 建立作业的领袖 能力及培育青年投入海外志愿服务的活动 藉由跨国的志工服务 扩展国际青年国际视野 副总指出台湾是最有创意与最有勇气尝试新事务的一群人 副总也认为青年是下一个世代的领导者 台湾的未来决定由青年人决定 而志愿服务将可取穿越江界编离 期盼有更多的年轻朋友奉献活力及热情 让台湾青年志工这股生生不息的活力传聘前事件 也让国际看到台湾的身上美 最后副总统也对主办单位教育部与侨委会 费心安排是以海外志工服务活动特别表达感谢之意 包括教育部长庞文忠青年发展署罗清水 及乔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田秋吉等军出行四项活动 以上新闻总统府新闻是由环球邮报记者燕国龙的报导 有点照片 有点照片 我们的水位 有点照片 一遍照片 有点照片 感谢观看